嗨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线上课程是 开花 人脉 桃花 感情 脱单 同居夫妻关系中的恩宴情仇 这是在我们的人生礼途之中非常的重要 因此我们一定要先解决 你的人际关系之中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要如何疏通化解的方案 当然我们的课程最重要的就是 同步断结按照你命盘所提供的 迹象加上你在现实环境之中 引爆的事件对应着操作公式 一方面你可以知道将要面对的问题 或者是已经发生 你必须要面对处理的问题 这是我们这一套线上课程最主要的目的跟宗旨 来帮助我们的会员 好来 接着我们进入心情的判断 第一步 命工是主管着一个人的想法跟行为 也就是说你对于婚姻感情 桃花人脉等等的这些事件 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会去执行的行为是什么 由谁来决定 由你命工的桃花星来决定 还有一种 你命工如果有扩分的桃花星 那你就非常的麻烦 这个桃花星 你就必须应用事件来把它引开 这是一个大原则 首先我们来看桃花樱眼的主星 有哪几颗 请记住 命工如果出现化露 记住哦 生年化露进入命工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命工之外的十一工 化露进入命工 这个都象征着化露 它会给你带来多情 还有钱财 生年露表征就是 以生寄来 你就非常有人缘 人家看到你 跟你的美丑财富没关系 看到你就觉得跟你很有缘分 当然也会以生寄来 给你带来钱财 这是生年化露 那如果是另外十一工的化露进来 最好是他工 我工化露 他工化露 进入你的命工 所带来的多情 跟所带来的缘分 所带来的因缘 当然就不一样 我们会在进阶版的案例之中 详细地加以分析 你先掌握这个原则就可以了 化露是桃花星 记住 化科也是桃花星 化科也分生年的 还有除了命工之外的 十一工的化科 化科是什么意思 化科你以生寄来 会透过某种专业的技术技能 或者透过你的外表 比如说是网红 你会有非常好的名声 那哪一工化露进来 化科进入你命工 表征是那一工所象征的人物 对你的人格特质 跟你的这一个人品 名声非常欣赏 主宰我们的感情 桃花 桃花婚姻同机等等最重要的当然是命工 因为命工是由一个人的思想跟行为所引发的 引发到哪里去呢 引发到你命盘中的夫妻工 因此夫妻工 他决定的配偶跟合伙的感情 姻缘 婚姻 你是否能脱单 你的人缘关系好不好 以及婚姻的日常生活 如何相处 夫妻工也占着绝对重要的关键 因此夫妻工的 里面的那一颗星 他的星星就可以看出 配偶的基本的外貌 还有他的精神方面的生活 这一点很重要哦 那夫妻工跟命工之间的关系 看出你跟配偶 配偶跟你的缘分的深浅 获勃 是否可以白头偕老 你可不可以得到配偶的钱财 这夫妻工的主星 跟夫妻工的画路 画剂画科跟雄星 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影响 当然最重要的下手点就是 夫妻工如果有连针画路 贪狼画钱 比如说这一个假肝是连针画路 这一个几肝是贪狼画钱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有一个画路跟一个画钱 在你的夫妻工 非常容易的谈恋爱 非常容易的谈恋爱 但是谈恋爱会不会有结局 那就要看夫妻工跟命工之间的关系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状况 第二个状况就是你的夫妻工 如果有画科这一颗星 如果是生年科 你放心 你这一生的因缘感情多 没有问题 但是能不能偕老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你的本命 你的大线 你的流年 就象征了在那一段时间 你的谈恋爱会给你带来 你这一生之中会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 最重要的就是大线画科那十年 流年画科那一年在夫妻工 本命画科在夫妻工 你会有一场轰轰烈烈 或者让你刻苦民心的恋爱 但不一定能修成正果 这是画科星最主要的现象 好 注意一个原则 你本命的夫妻工有画科 最好公正结婚 好来 大线或者流年碰到桃花隔击 或者是有桃花的组合 我在前面命工里面 特别有提到的桃花的隔击 跟桃花的组合 为了不浪费时间 各位可以把前面我讲 命工的那些桃花组合 搬到夫妻工来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境 那些桃花组合进入夫妻工 你的大线走到了夫妻工 比如说这个逆行印的人 大线会走到夫妻工 你在这十年会结婚 非常好 那你如果大线是顺行印的人 走不到夫妻工 一定是先走到福德工 那么在你这个福德大线的时候 福德大线的其中一年 流年走到夫妻工的时候 那么这一段那一年 就是你结婚最佳的年 为什么结婚要选择大线跟流年 接下来上一堂已经讲过 心是不会动的 心一定要产生世话 路前科技 才会产生直变 这一直变就产生了效果 我们来继续分析 记住已经进入公式的操作 公式的第一条 找因缘线 从你自己的命盘中去检查 你的因缘线启动点在哪里 你就从哪个方向去找 这很重要 第一条公式 命工的事化 命工代表着我的想法 我的行为 我怎么去落实 所以命工的事化 注意先抓记 为什么 记是你的执着 你的责任 你的任务 你非达到不可的目的 因为他一切尽在不言中 就是你就是一定要 这就是化记 接着来看化路 化路就是多情 是你浓我浓 你对我有情 我就对你有情 你给我钱 送礼 我也环抱送礼 这个是化路 化钱是什么 化钱是占有益 虐待狂 或者是控制意 你只要从你的心理出发 去追求的因缘 就是想控制对方 让对方全部听你的 无论是钱财 思想 言语 这样的人蛮多的 那你要怎么找呢 找那种喜欢被人家控制的 你两个就一拍即合 如果你找到了 是不喜欢给人家控制 又是要有个人空间的 那你的化钱就到处碰壁了 接着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刚刚提到的 怎么说呢 ober the 你 你 Millionen 你 你 you 没 由 很 这个